字幕志愿者 杨茵茂 我爸媽知道就是我們能安心的食物而已 以熱為處罰點就這樣開始 鄰居就知道說我在幫媽媽找他要吃的蔬果 鄰居就給我團購 團購到後來就變成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開一間店 那個時候就變成先走店商 走店商的時候我發現我沒辦法 因為物流問題我沒辦法克服 因為我沒有大資金去弄那個人鏈 後來我就找到店面 我就直接開水果店 這個品牌當時是因為媽媽跟爸爸身體不好 要幫他們挑選我覺得比較好的食材 所以那個時候就直接跑到產地去做這部分的了解 才發現其實產地有一些狀況 我發現產地有一些成熟的水果 它沒辦法銷售到產地外 因為銷售到產地外那個叫過熟 所以我們就跟可能周圍的果農說 其實你的芒果如果有這樣的狀況 你可以去給它做就是變成果乾 那我們可以販售你也可以販售 然後也有跟蜂農進一些蜂蜜 就是就是慢慢有周邊 到現在這間店其實可以進階地解決 友善跟做水果 它可能外觀不是這麼完美的問題 因為我可以跟古農購買這樣的水果 變成現切水果或是果子外送給上班族 或是一般小家庭 那也讓大家知道說友善跟做水果 是怎麼樣的狀態 他也可以來店裡做挑選 我的現果選快四年 前兩年我都是幾乎每天 常常有時候屏東當天來回這樣子跑 因為我必須見到他們 必須更了解他們 可以看到農民他是用可能培養什麼菌種 就是用比較自然的方式去照顧他的水果 我去看到實際的狀況 你的確也這樣 那我們吃起來覺得很好吃 我們就會去支持 所以其實我可以觸及到很多 大家可能平常沒有接觸到的農民跟產地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覺得就一步一步慢慢來培養 跟建立跟古農的信任關係這樣 有點像是在認識 然後就聊一下今年發生什麼 就打聲招呼 回來之後就開始定期的這樣叫火 我很喜歡那種感覺是 從跟這個果農是陌生關係到 我們好像變家人 就是其實我很珍惜跟他們的這種感覺 那其實建國選中間一度都是很辛苦經營 不想要用傳統行銷方式去操作它 每次當我想放棄的時候 就很神奇 就是果農就會突然出現 或是你某個老客人就會突然出現 就一路像這樣陪伴 那印象最深刻的都是看那些年長的 他們在小時候吃到那樣的水果 跟我說 我在你這邊吃到我小時候 可能我阿嬤給我吃到的 就是我終於找到那個味道 後來到市場到超市我都已經吃不到這個味道了 我在你這邊卻可以吃到這個東西 就很感動 人家都說蔬果好做 但其實蔬果競爭力是越來越大 對我們來說我們又更夾在中間 所以其實在這間店轉型 我們其實是想要讓它也有點像結合無包裝商店 也預期就是這間店還是要繼續保留著 可能之後大家有一個地方可以聚會 只是想要讓大家有第二個家的感覺 就是你在職場上可能有一些委屈 你在家裡面不方便講 所以到不如就到一個地方大家聊聊天 看著把媽媽吃我的東西的放心 我想要保有那個初衷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陪家人 大家吃得開心 可以聊聊天 我覺得這樣就很棒了 這個溫度跟憲果選 我們這麼簡單的支持理念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而已 可不如我們在職場 在職場中 要給我來看